1984年1月24日 一列从北京出发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也就在这一年 在距离深圳1700公里的成都 每天早上天不亮 就有一位当时还非常难得一见的大学生 在市郊的农贸市场摆地摊 卖着几大箩筐小机 这个大学生原本在县教育局 有份令人羡慕的工作 然而现在他却不得不窝在 熙熙攘攘的农贸市场里 和小摊贩们一起吆喝 这个年轻人的名字叫做刘永行 我也带了七八个农民 带了几千只小鸡 结果15天全部卖完了 记得那天卖完了 最后一天刚好是我的生日 当时好高兴 最后一击就过去了 刘永行所说的这个危机 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几个月前 刘永行兄弟四个 合伙办了一家两种场 这是兄弟四人的合影 他们分别是老大刘永延 老二刘永行 老三陈玉心 老四刘永好 育种场刚刚开办不久 就接到了一个当地 名叫尹治国的农民的大订单 订了几万之几 而且给了我们第一笔的 一千三百块钱的订金 当时我们觉得 这个资本金什么都有了 就是很高兴 就在兄弟们满心期待 余下的小鸡赶快付出 就可以完成订单时 订购小鸡的尹治国 却消失得无影无松了 因为种弹都是跟附近的村民 奢来的 不划出来的鸡苗收不到回款 农民的钱就还不上 迫不得已的刘永行 只能自己去把小鸡卖了 这次遭遇 让刚刚开始创业的四兄弟 感到很受伤 刘永行四兄弟出生在四川成都新金县 因为当时家里生活困难 老三被送到临近的 古家村陈家座养子 改名陈玉新 1980年 四兄弟迈出了第一步 当年 为了让家里过个像样的春节 懂无线电技术的 刘永行 唐世战 做一个个体户 在街头摆起了地摊 帮人修理电器 摆了七天的摊 工作了十天 挣了三百多元 当时因为一个月工资 有三十四块钱 十天就相当于 人家一年的工资 所以说 这个触动是很大的 一下拿到了差不多一年的钱 那个知道 钱太多了 不知道该怎么用 不该有那么多钱 有点负利 有了这笔钱 一家人终于过了一个 富足的春节 在告别了最初 挣了钱 不知道该怎么用的 修械之后 四兄弟开始认真的思考 修电器都能赚这么多钱 如果直接办一家电子工厂 回报一定更高 将来的日子 也会过得更加富裕 商量之后 四兄弟决定 先做一台阴险出来 卖卖看 我打过学五岩点来 做得非常好 所以说 打过设计 我和二国 我们一起装 打到成都人民商场去 这个时候 原来跟几十块钱 那个时候原来跟一百元 我们记得当时的成本 我们只有二三十块钱 当我们就信心大振 非常高兴 从成都回来之后 四兄弟就决定 办一家音响厂 但是最后 去申请注册的时候 不批准 这个是 你是走资本主行道路 不行不行不行 就缝定掉了 1980年 三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 关于积极发展 农村多种经营的报告 报告中指出 要积极鼓励和支持 社员个人或合伙经营服务业 手工业 养殖业 运销业等 城里不能做 我们就到农村去 工业不能做 我们就做农业 所以我们就得到农村去 1982年10月1日 玉芯两种厂 在谷家村 陈玉芯的家里 正式成立 这时的陈玉芯大学毕业 仅仅两个月 玉芯两种厂开业四个月以后 陈玉芯向单位提交了一份 停薪留职报告 他在报告里写道 在半年时间里 我养起了作为种员的安蠢 我申请采取停薪留职的方式 回乡搞上半年 随后 其他三兄弟也纷纷向单位 提出了辞职申请 在小小的新金县 一下子四位大学生兄弟辞职 这在当地引起了一场轰动 原来1977年 中国恢复高考 二哥刘永行参加考试 以新金县第一名的成绩 考入成都师范专科学校 第二年 老三陈玉芯也考入四川农业大学 到1982年 兄弟四人都已经大学毕业 而且都有份稳定的工作 大学生和铁饭碗 这是多少人羡慕的一家子 现在居然一个都不想继续工作 要去做农村里的生意 在外人眼里 这也太不可思议了 大学毕业生分到机关单位 就是国家干部 现在干了半年又到农村去 有很多是惋惜 多数是惋惜 但有很多说法 有其他一些说法 就是说国家培养 花了好多钱 把你培养出来 你出去搞单干 搞个人发财 无论外界如何议论 四兄弟的创业就这样起步了 1984年 玉芯两种厂开办刚一年 年产安蠢就达到了15万只 四兄弟一下子成了 赫赫有名的安蠢大王 两年后的1986年 四兄弟正式将公司的名字 改成了希望 从此以后 刘家四兄弟的创业 走上了一条高速发展的道路 在那个年代 我们有抓住一些机会 因为当年很多人不敢下去 不敢下海 所以给我们提供了一些机会 在全球商业史上 当一个国家的经济开始起飞的时候 常常会在某一个年份 急速式地诞生一批伟大的企业和人物 在美国商业史上 这个伟大的年份是1886年 我们今天熟悉的许多企业 比如可口可乐 柯达 花旗 强生等等 都是在这一年出现的 如果再加上卡尔奔茨 在德国发明出世界公认的第一辆汽车 那么在1886年出现的这些公司名字 竟可以勾勒出其后100年的世界公司成长史 而在中国企业史上 这个伟大的年份便是1984年 此后的岁月里 刘家四兄弟和张瑞敏 都成为了非常成功的中国企业家 而这创业起步的1984年 对他们来说无疑是难忘的一年 对于整个国家来说 这一年也是不平凡的 1984年1月30日 邓小平第一次视察深圳行程的四天之后 他为深圳经济特区写下了这样的题词 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 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 围绕经济特区的种种争论和疑虑 终于尘埃落定 到南方去 到深圳去成为一股热潮 他推动着一批批敢冒险敢行动的人脱颖而出 他们将形成一个被称为八四派企业家的群体 登上中国企业发展历史的舞台 开启他们各自人生新的故事 想一想 在这样一个贫穷落后国家出来的这一代人 一旦碰上了改革开放的气候 当大潮涌来的时候 当他们奋不顾身地投入到这个发展建设的浪潮里面 是吧 他们是怎样拼命地去干 当八十岁的邓小平在深圳视察的时候 有位三十三岁的年轻人 每天也骑着自行车 穿行在这座城市的街巷 当时他是广东省外经贸委的专员 戒调在深圳工作 他的名字叫王石 1984年 王石也在面临着一次抉择 这年五月 深圳特区发展公司决定成立一个展销中心 准备任命他担任总经理 是结束在深圳的工作回到广州 还是彻底脱离广东外经贸委 留在深圳发展 是回到过去 还是开始新的生活 因果多方权衡 王石放弃体制内的工作 选择留在充满更多可能性的深圳 1984年9月 深圳现代科教展销中心正式云业 王石出任法定代表人兼总经理 这便是万科的前身 1984年的北京中关村 也开始出现繁荣景象 一大批科技人员 跳进了商品经济的大海 这一年前后 科海 京海 四通 信通 刘传智亚等公司又先后建立 此时 40岁的中科院计算所研究员 刘传志也面临着一个选择 办一家公司带一群人自谋出路 还是继续熬着等待科研经费 当时中国科学院的院长 周院长就提出希望把科研成果转化成为产品 转化成为生产力 当年 刘传志 经费中断 计算所正是在这样的窘境中 不得不另谋出路 所以那个时候下海嘛 大家都认为 首先是不务正业 或者说是这个没有正式的工作 人们还是有很强的 这种歧视性的观念和眼光 去看待这些事情 刘传志考虑了两天 做出了决定 1984年10月的一天 在北京中关村中科院计算所 一间20平方米的小平房里 11名来自计算所的员工 召开了一次会议 宣布成立公司 刘传志成了这家公司的副总经理 其实对环境是什么样 现在没把握 我确实是不甘心过 过去那样的这个日子 这一年 邓小平提出了 计算机普及 要从娃娃抓起的论断 联想顺势而动 率先推出了 具有汉字联想功能的汉卡 使计算机能够识别中文 作为一家公司的联想 从此慢慢步入正轨 在中国当代企业发展的历史上 1984年是群星璀璨的一年 一个个时代的弄潮儿登上舞台 并在多年以后成为中国知名的企业家 我觉得84年这个是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 中央政府来推动民营经济的发展 我觉得中国改革 就是至始至终都是一个 从下到上 从上到下的一个双限过程 其实有大量的人才 有大量的人的这种能力 它是继续在这个地方 那只要是你有这样的一种出口 那它就会蓬勃地这个发布出来 本节目由联想集团特别赞助播出 联想智慧中国 1995年 四川刘家四兄弟各自开启了新的事业征程 大哥刘永延专注于他所热爱的高科技产业 二哥刘永行在继续扩大饲料研发的同时 进军全新的重化工领域 老三陈玉芯守护着希望集团的大本营 老四刘永好则将目光投向了金融房地产等领域 从此四兄弟每个人在不同的领域发挥才能 将各自的企业发展壮大 自从接手海尔 张瑞敏一直致力于海尔生产的规范化 他提出的许多管理模式 成为了中国企业学习的典范 直到今天 张瑞敏还在时代变化的潮流中 不断变革企业的管理体系 海尔的内部创业机制 再次成为激发传统企业活力的创新模式 1990年 第一台联想微机投放市场 到1996年 联想台式机的市场占有率 第一次超过国外品牌 在国内位居第一 如果我们能在中国 以中国自己品牌的位机能站到第一位 那就是绝对了不起 当然就产生了想法 想做世界第一 就像柳传志期待的那样 今天的联想 已经在包括电脑在内的不少领域 居于世界第一 成为一家业务遍及180个市场的 全球化科技公司 而王石 南存辉这些同时代的企业家 此后也用了大半生的时间 努力实现着在中国建立伟大企业的梦想 中国企业家 他是经历了中国改革开放 他是参与者和见证者 企业家群体强 经济就强 经济强 我就强 今天的人在面对他们的成就时 偶尔也会感叹那一代企业家的生风其实 在经济短缺的年代 中国经济改革的重心从农村转移到城市 这场改革的中心环节就是增强企业活力 这是被保存在青岛海尔文化中心的一份企业规定 提出这份规定是张瑞敏出任青岛电气厂厂长后做的第一件事 我们在这份规定上可以赫然看到 不准在车间里大小便 不准迟到早退 今天的海尔已经是全球最大的家电企业之一 然而当年他们的第一份厂规在今天看来 实在是有些不可思议 如果说刘家四兄弟的创业是源于内心的渴望 那么远在山东青岛的张瑞敏走上创业道路 却颇有些迫于无奈 1984年张瑞敏被派到青岛电气厂担任厂长 在某种意义上是迫不得已 但是当时84年那一年换了三个厂长了 第三个厂长就跟我说 如果你们再不派厂长来的话 我到时候我就要走掉 并不是我愿意来 是当时没办法 必须有个人来做 至于到底能不能行 并没有地 心里没有地 面对这样一个濒临倒闭的工厂 张瑞敏只得用自己所了解的所有管理知识来应对 这是在1984年到1985年间 在日本和中国都感动无数人的电视连续剧 阿信 主人公阿信的原型是日本零售企业八百万的创始人 在当时国人眼里 这不仅是一个励志故事 还是刚刚开始摆脱志故的企业家们 学习管理知识的教科书 片子中的日本企业 让正在从计划经济里走出来的人们 感到耳目一新 整个当时中国学习的就是日本的管理 当然也就是说有点像按理按理学习 作为冰箱厂的负责人 张瑞敏的学习对象是日本松下电器的创始人 松下幸之助 他专门收集了松下幸之助的专注进行学习 他决心像成熟企业那样建立规范的管理和激励制度 来挽救濒临倒闭的青岛电器厂 巧合的是在这年五月国务院颁布了 关于进一步扩大国营工业企业自主权的暂行规定 扩大了国营工业企业在制定生产经营计划 资金使用 人事劳动管理等十个方面的自主权 有了更多自主权后 张瑞敏的十三条规定随即出台了 制定了这个条款就一定要执行 制定了之后的大概是第二天 就有一个人到车间里头偷了一箱子的这个领布件 扛了出去 好像他上午就出现了事 在中午吃饭之前就贴出博来 对他一个处理 给他一个很重的处分 所以这个对工人的影响非常非常大 所以等于是采取这种办法 把大爷的心灵进去 建立规范的制度 解决了工厂内部人心涣散的问题 而怎样让工厂扭亏为盈 就是张瑞敏接下来要考虑的问题了 张瑞敏接手电气厂不久后 从当时的联邦德国 引进了一条冰箱生产线 大家都认为 懂得吧 来了西德的设备之后 我们马上就可以生产 这个设备 产品质量等等都会上线 但是实际上当时我说 按照我们现在对质量这种态度 你就是把松下的设备全搬过来 我们不会干出松下的产品了 所以说人是第一要素 那么究竟该如何把握质量观呢 张瑞敏一时也没想到好办法 正在这时 厂里出现了一批瑕疵冰箱 结果查出有76台冰箱是有问题的 就是有瑕疵的 为此张瑞敏做出了一个当时的人们看来 十分疯狂的决定 砸掉这76台问题冰箱 有人因此称张瑞敏是疯子 有病 一部分员工甚至骂他是败家子 连上级领导也埋怨他傻 然而张瑞敏却没有退让 张瑞敏的这一杂 成为了中国企业管理史上的经典案例 34年后 再次回忆起当年的这段往事 张瑞敏依然表示 冰箱非杂不可 但是我认为呢 人家堵着厂门口来拉货 供不用求 并不是因为你产品质量好 因为它当时爆炸性的增长 供需之间的矛盾缺口太大 等于是一个空白的市场 所以它并不反映出你 它对你的产品多么喜爱 但是一旦当这个产量上去之后 这个供需平衡 甚至供大预求的时候 它不会要你的产品 那是不是支持谁的产品质量好 它会要谁的 人们普遍认为 中国企业的质量意识 从某种意义上说 正是在砸冰箱之后 才开始建立的 而后来的市场发展 也证实了张瑞敏的预言 中国逐渐告别短缺经济的过程 正是对所有中国企业的 一次大浪逃杀的检验 最终只有那些质量有保证的企业 能够存活下来